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中午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半日个别发展 上证指数低开16点后 早段反复偏远 半日收报3,119点 跌9点 而深正城市半日收报1,0544点 跌12点 而湖深山法指数半日收报3,832点 跌11点 而创业板指数半日收报1,815点 跌8点 而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半日报3,378点 跌257点 国企指数跌92点 报1,2152点 而大市成交今天半日是516亿元 接着这一节就请来Jason 跟我们跟进一下香港股市的情况 Jas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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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美股的影响 看到港股今天早段反复向下 最多曾经跌超过390点 之后跌幅就来为收窄了 但始终大市气氛就一般 是否有限 短期内恒指的上流空间 是否都是有限呢 是的 港股虽然昨天就升了400多点上去 但今天又跌了部分下来 整个所谓上落格局 或者是一个区间培回的形态 到今天来说 都仍未改变 之前都不断说 去到这个月来计 整个恒指 无论波幅上面 或者那个成交额上面 都应该是比起 对上的几个月来说 是进一步是缩减 意味着整个整固的行程 有机会去到一个最尾的阶段 在这段时间 大家预料整个市场会比较闷些 没有什么特别焦点 成交又会缩 以及方向都会比较缺乏 但是通常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 未来的市场 就会有一个比较单边的突破 会出现的 你问我 你说昨天美股大跌下来 今天港股都跌下来 意味着 其实大家都对于 现在外围的市况 那个担心 或者恐惧 就没有之前来说 是那么厉害 之前大家害怕 就说货币战方面 会不会进一步恶化 关于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但是似乎 现时这些因素 就不是说 太过值得担心 因为大家都有个预期 未来当美国财长 真的愿意过来中国那边 做一个谈判的 做一个磋商的 那基本上 那个关税的清单 真的要去到执行那一步 应该机会都不是那么大 那反而昨天美股跌 就是因为大家都看那个 美国十年期的债息 都叫做升穿了三厘这个水平 那大家会害怕 就说当那个债息进一步向上 会不会都令到 就说美国企业方面 的融资成本会增加 会不会令到 他们接下来出个业绩 都会有些影响呢 那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即使你说未来真的升穿三厘都好 只要那个债息不是说 再一支箭地向上飙升 那对于企业方面 那个融资的压力 都不会说真的太大注的 而且都根据回以往一些 牛市的经验 或者经济 是扩张周期的经验 都见到很多时候 就是当债息上升 某程度上是反映着 整个美国经济是进一步扩张 通胀预期方面有个上升 那这些因素配合下 其实对于美国公司的业绩来说 反而都还是有利的 所以单单是因为 美国债息这个 即是上升这个因素 令到美股跌 我觉得又不是说太讲得过去 还有就算跌都好 都不是说一个叫做 很延续性的下跌 或者跌幅 我觉得都是有限的 那所以见到今天 港股整体的表现 不算太偏的 就见到昨晚Dow Jones 跌成四百多点 那恒指到现在来说 都是跌二百多点 相对香港这边 就比较是理性一点 那我都相信 如果你说 未来的恒指 就算再下跌也好 那下面只要去 不跌穿这条上升轨的话 问题都是不大的 那反而可以拼一拼 就说当个市 就是昨天美股跌那么多 但是恒指今天都跌不下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 出现一个向上突破 那上面比较大的 阻力区 都是在三万零七百点左右 就是这条下降轨 现在延伸下来 阻力都会是挺明显的 那一旦指数 能够是升穿这些位置 那进一步向上的空间 就会挺大的 那升穿这条下降轨 那我觉得它再单边 升的目标 是有机会往上去 三万一千八 至到三万二这些水平 好 说完大事之后 就想和Jason 说一下各地的股份 首先就说一下 赤曼秀 因为看到它半天 是跌幅最大的南筹股 半天收报七个八号半 跌下近百分之九 公司公布了首季的业绩 见到期内顺利 按年就升了两成二 但如果计算新运工运价值 今年首季调整之后 顺利就是按年升了大约百分之一 但是野村也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 都看得乐观 它就说 虽然美国的新鲜猪肉业务放缓 但期内万洲国际的中国业务 就表现强劲 相信它未来几个季度 就会持续改善 预期包装肉业务的毛利率 就会扩张 当我问回Jason 但野村的目标价 可以看到12元 维持买入评级 你自己又怎么看 目标价12元 又能否去到呢 今次这份季绩 当然不同 市场整体的预期 是差了少少 你看经营利润方面 按年都要有个下跌 跌幅都接近百分之九 都不算是特别好的 这次业绩做得一样的原因 都是因为它在美国那边的业务 即Smithfield那边的业务 相对令人失望 特别是在上游 陶宰业务的部分 或者叫做新鲜猪肉的部分 都因为当地的猪肉价格的跌幅 就大过生猪成本价格的跌幅 变相就令到业务的毛利都受到多大的压力 这部分如果按年来计 如果说新鲜猪肉 美国的部分 经营利润按年都要跌了九成多 这个就拖累了整个业绩表现 但又不能完全忽略一些亮点 譬如看到中国业务的部分 特别是下游做一些肉制品那边 看到销量上面有一个上升 另外也看到经营利润率 按年来说也有一个扩张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上面 那个焦点又不是一面倒 只是看美国的 如果你说将一个角度 摆回来中国 看肉制品那边 业务是有个多明显的复苏 我都觉得对股价来说会有些支持 所以你问我今天去 因为业绩大跌了9%下来 我觉得有点而是跌得多了一点 如果你说未来市场 开始叫做回归理性 看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我都相信股价再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未必说真的太大 接着就和Jason说一下汽车股 主要就想说一只笔气和长气 因为看到笔气 就折让大概8% 配股最多籌近33亿元 但是看到半天就要跌至近9% 跌超过9% 修复在7.77 至于长气 就公布了今年首季的纯理 按年升了大约6% 在20亿元人民币 其内的营业总收入 也都按年升了1.3% 还有半天股价就会说 液市升超过6% 报8个1.2% 但是由年初至今 汽车版块 其实走势都一般 又有一些不明朗的消息困扰 你怎么看这个版块呢 如果要买的话 又会选哪一只呢 主要针对这两只 今天都做得比较多的 长气和北汽来说 先说长气的业绩 今次第一季 就令市场有些惊喜 因为都看回去年 全年的业绩 无论是收入也好 或者盈利 无利率也好 都是差预期很多 今年第一季就有起息 最主要是因为 本身在这一季里面 推出了一些比较高端型号 就是WEIW 这个品牌那些车 由于这些车所卖的价格 比较贵一些 和无利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就令到它在业绩上面 今次是有些起息的 但是都不要忘记 本身业绩上面 都有很多隐忧的 比如在销售的开支上面 有个急增 另外也是因为 本身关于新能源 积分那方面 由于不是那么足够的关系 都要做一个撥避 这部分也是衍生一个损失 再加上财务费用等等 也是有个很急剧的增加 所以你问我 今次的业绩 又不算得到完全是完美的 只不过有些新车出来 令到它的无利率上面 有个提升 看在大数上面 叫做做得不错 但是你说拆解到 它里面一些细节 一些开支方面表现 我觉得都不是说 完全是收货的 所以长期我暂时都觉得 股价呢 即使今天弹了上来 但是整个下降的形态 或者整个浪低于浪的格局 都仍然是未叫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至于北汽来说 今天去宣布这个这么大额的批股 都挺令市场意外的 一来就说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股价之前在十元楼上的时候 不做这个配股 反而见到它近期股价跌了这么多 才要做呢 是不是说等于公司 在那个融资的压力上面 都相当之大 又或者它在未来 在那个新能源车的投入上面 都仍然是相当之多呢 还有今次见到它 叫做批股的量 相当之惊人的 见到它新股发行的数量 都占了那个 total股本 大概接近17%那么多 所以对于公司的盈利坦薄 都绝对不是说少的 所以见到今次的批股 就是动作出来之后 市场反应整体都是负面的 今天它跌了这么多 我觉得都未完全反映了 这个负面消息 所以在汽车股里面 北汽暂时 我都建议应该要避一避 好 谢谢Jason你的分析 都和你申报了 刚才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谢谢大家